我們要到哪一家門口去日本 哪一家遠東航空 遠東航空旅展一邊狂打促銷日本航線 但另一邊卻不斷公告取消航班 旅行社雞跳腳 航空公司跟或者是民航局 他們這種超時的部分 他其實不會讓我們旅行社知道 遠航取消航班引發旅客和旅行業者強烈不滿 交通部和民航局19號出面和遠航協調 遠航總經理終於現身說自己沒有身影 那也只是暫時停下不是 Tancel不代表停飛 所謂的停飛我覺得是有點 好像這個公司關門的意思 我覺得不太對 根據民航局資料 遠航總飛時上限1350小時 但過去三個月通通超時 二月份為了春節輸運 還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三月份超時數十小時 四月份直接破百 遠航承認取消航班過程太粗糙 民航局要求遠航安排飛行頒表時 必須要考慮到調度時數 我們剛才也跟民航局談妥了 我們會重新把我們頒表整理一下報進來 所以下禮拜一以後 大家會看到我們很清楚的 五 六 七的頒表 我們明天就會發出限期改善函 他如果沒有在期限內完成改善 我們就依法處理 遠航他承諾未來會改善處理的方式 一有類似的情形會在第一時間 通知主管機關跟旅行社 遠航十九號和交通部密會後 會在二十號下午提供最新的航班頒表 並承諾對旅客以及旅行業者的損失 給予合理的賠償 記者綜合報導